陪伴的孩子长大 是专职妈妈黎秀琴 对自己的期许 但37岁的她 却在今年初 被检验出罹患乳癌 看着年幼的孩子 黎秀琴难过得 不知如何是好 我最责的那些时候 我小朋友这么小 我的责任未良 其实我要求不多 我就想说 再给我20年 小朋友至早 我可以看到老大 念完书 就是念完大学 念完大学 就是两个都念完大学了 就是完成他们的人生的 这个学业了 我觉得这样子 他们已经可以够独立了 那如果到时候 我万一真的不幸离开了 我的心头比较 就是 就觉得好像可以放下 比较可以放下心 而且我觉得小孩子 没有妈妈很可怜 我就不知道你会怎么样了 现在妈妈叫的时候 你要听 最乖快点 我最爱你 幸好黎秀琴的乳癌 只是初期原胃癌 只要好好地接受治疗 治愈的机会相当高 松了一口气的黎秀琴 后来回想起自己的病 其实早在多年前就有警讯 但她却轻忽大意 让癌症病魔有机可撑 我在没有结婚之前 我那时候在北部 我那时候有 我记得 那时候我就曾经有 有这样的现象 那时候我在基隆长根 那时候她就直接叫我说 你要切片 反正我也听不懂 我那时候就 就是感觉她好像 要你直接做切除的动作 我的感觉 我就吓死了 我就不理她 十多年来 黎秀琴历经结婚生子 这期间 她都有服用 如新的侍女如配 来保养身体 胸前的硬块 也一直没有异状 直到生了第二个孩子后 黎秀琴停止服用产品 当时妹妹曾经用 生物光子扫描仪 帮她量身体防御指数 那一次超低的指数 其实就显示了 黎秀琴的健康状况 已经在走下坡 那时候很低 我从来没那么低过 大概多低 两万一 我那时候想说 可能是不是怀孕关系 所以也就没有注意她 停用乳配后 除了身体防御指数奏降 胸前的蕴块 也突然快速变大 前往医院检查 医生宣告黎秀琴 得了乳癌 幸好在妹妹的鼓励下 她重新恢复 吃乳腥产品 还加上乳癌效果很好的 超级灵芝和绿茶精脆 我那时候北上去台大的时候 我妹在台北 所以她就先 马上先给我灵芝 就叫我先吃 她说叫我免疫力先顾好 然后也比较 有办法抵抗 就是开刀之后 那种复原的 那个 进度会比较好 她就已经先给我 鸡三什么都已经先给我了 还有那个 牛奶那个 都已经先帮我准备好了 然后 我从 我还 我从发现到 要开刀大概有一个月 那这件事情 我就先开始吃了 就是一直吃到现在 这样子 尝到失去健康的苦 也不愿让孩子 又失去妈妈的机会 黎秀琴终于懂得 守护好自己的健康 就是送给家人 最好的礼物 而且千万要正视身体 防御指数的集训 现在的她 一有空 就会去了解自己的健康指数 38000的数字 对她而言 只是个开始 黎秀琴有信心 她要继续朝五万分以上迈进 从现在开始 我觉得一切都不会太迟 就是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以前人舍不得 就为了小朋友 那就是前两年的时候 就觉得 要吃营养食品 觉得 适可把这笔钱吃下来 觉得 投资在小朋友身上 现在觉得不对 我应该 先把我自己顾好 那我才有这个能力 再来去照顾他们 那所以现在就觉得 那个 身体健康比较重要 成他们的人生的 这个学业了 我觉得 这样子他们已经可以够独立了 那如果到时候 我万一真的不幸离开了 我心头比较 就是 就觉得好像可以放下 比较可以放下心 而且我觉得小孩子没有妈妈很可怜 我就不知道你会怎么样的 现在妈妈叫我说你要听 小朋友 小朋友 最乖快点 我最爱你了 好 幸好黎秀琴的乳癌只是初期原胃癌 只要好好地接受治疗 治愈的机会相当高 松了一口气的黎秀琴 后来回想起自己的病 其实早的时候 我们也在台北 所以他就先 马上先给我灵芝 就叫我先吃 他就叫我免疫力先顾好 然后也比较 有办法抵抗 就是开刀之后 那种复原的 那个进度会比较好 他就已经先给我 我基于山什么都已经先给我的 还有那个 阿屁 就是那个牛奶那个 都已经先帮我准备好了 然后 我从 我还 我从发现到要开刀大概有一个月 那这件事情我就先开始吃了 就是一直吃到现在这样子 长到失去健康的苦 也不愿让孩子又失去妈妈的机会 黎秀琴终于懂得 守护好自己的健康 就是送给家人最好的礼物 而且 千万要正视身体防御止入的集训 现在的他亦有空 陪伴的孩子长大 是专职妈妈黎秀琴 对自己的期许 但37岁的他 却在今年初被检验出 罹患乳癌 看着年幼的孩子 黎秀琴难过得 不知如何是好 我最责任就是我小朋友这么小 我的责任未良 其实我要求不多 那是想说 再给我20年 小朋友自找 我可以看到老大 念完书 就是念完大学 念完大学 就是两个都念完大学了 就是完整 在多年前就有警训 但他却轻乎大意 让癌症病魔有机可撑 我在没有结婚之前 我那时候在北部 我那时候有 我记得那时候我就 就曾经有 有这样的现象 那时候我在 基隆长庚 那时候他就直接叫我说 你要切片 反正我听不懂 我那时候就 就是感觉他好像 要你直接做切除 我的感觉 我就吓死了 我就不理他了 十多年来 黎秀琴历经结婚生子 这期间 他都有服用 如新的侍女如配 来保养身体 胸前的硬块 也一直没有异状 直到生了第二个孩子后 黎秀琴停止服用产品 当时妹妹曾经用 生物光子扫描仪 帮他量身体防御指数 那一次超低的指数 其实就显示了 黎秀琴的健康状况 已经在走下坡 那时候很低 我从来没那么低过 两万一 我那时候想说 可能是不是怀孕关系 所以也就没有注意他 停用如配后 除了身体防御指数奏降 胸前的硬块 也突然快速变大 前往医院检查 医生宣告黎秀琴 得了乳癌 幸好在妹妹的鼓励下 她重新恢复 吃乳腥产品 还加上抑癌效果 很好的超级灵芝 和绿茶精脆 我那时候北上去台大了